美国国务院说 美国当局没有对薄熙来的儿子 薄瓜瓜采取任何行动 他目前仍在哈佛大学 有媒体报道说 薄瓜瓜日前被美国当局 从他的住所带走 目前受到美国当局的保护性拘留 针对这种说法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 星期三向记者做出澄清 托纳说有关报道毫无根据 就他所知 薄瓜瓜目前仍在哈佛大学